欢迎来到槟城 这边变很多 他得了很多TRAID ADVISOR的奖 近期都变成了一个网红茶室店了 槟城超著名的超多Gendry 超可怕 要买到一份Logia真的不简单 嗨各位我是Kochia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集影片呢 我将要带大家陪我在槟城一日游哦 吃的玩的走走景点这样子的 全都会在自己影片 所以如果大家有计划来到的槟城旅游哦 记得先收藏分享起来 好那影片现在就开始 走吧 来到了槟城旅行的话呢 来到了槟城旅行的话呢 就一定要来到了槟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Kontar也就是光大的TOP这里 光大的话呢 城市亚洲第一的高楼哦 它目前呢是马来西亚的第七高 在槟城呢是最高的摩天楼 我就是要带大家陪我一起上去 最顶楼那边呢 去走玻璃桥Rainbow Skywalk 走 I love pinning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上走 这里不只是有的观光 最顶楼的那个玻璃桥之外 还有水柱馆 超级的梦幻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边购票 我要买的是这一个Rainbow Skywalk 还有展望台 Rainbow Skywalk 116元 所以这边啊 就直接在右边 然后上去 OK 各位我已经买好门票了 走 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人 他有270高耶 我这边曾经有很多香港明星 过来自己打卡耶 你看 OK thank you 我们上去光大这顶楼楼 哇 大家我现在从第三层直接上到65楼 哇 Nice view 好美 没有想到这个广告一播出 打开这个黑色荧幕 就看到了 槟城的景色了 在这些的玻璃窗上 会按照不同的角度呢 会看到了槟城不同的景色 比如槟城的地标 极乐市 还有升旗山 港口桥姿市之类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块铁板 直到那边的话呢 是挑战走高空步道的 我本来说要挑战 可是我不敢 我没有这个胆量了 这个是极限挑战 各位你敢躺在这个悬空中的椅子吗 超可怕有没有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也更可怕像是站着拍照 压轴是在这里 这里是透明呢 这个角度排上去会很美哦 全部人走这个透明玻璃都怕的 像我们上68层怎么办好 我根本都不搞笑 等一下 等一下 太可怕了 我要试胆量 全透明的玻璃桥 这边是可以看到冰城海了 超美 如果有位高阵的人呢 真的是要小心了 非常的刺激 有没有 现在我就要登上了 68楼的空中步道了 最继有挑战性的了 我们要走的是Rainbow Skywalk 这餐厅位置很赞有没有 哇看到海景很美 哇这里的风景也太山了吧 来各位 给我一个好运 世界最好运的椅子 必须要来坐一下 这里简直就是360度的全景 各位我到了 穿着一双袜子才可以去走这个玻璃桥 哇好烧 开始走咯 冰城最具有代表性的Rainbow Skywalk 高空的玻璃步道哦 太美了 冰城 这边可以看到了180度的冰城美景 这个步道哦 它虽然只有17米长 但是呢 对位高的朋友来讲的话呢 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冰城夜景的夜生活 因为在晚上的时候呢 这边整个空中步道会开灯 就变成一个彩虹色的空中步道 这边的话呢 就是会看到冰城的星光直角的 对就是冰城最著名的观光景区 OK参观完了 这个布鞋的话呢 要扔在这里 好各位这个冰城光大的著名景区哦 大家一定要标记起来哦 肚子饿了 要去找点东西吃 哇实在太热了 那死网线太强了 我已经晒到我的眼睛黑了 说到要在冰城吃最美味的早餐 我来推荐给大家来到了冰城 有一家早餐必吃的 叫多春茶室 这是我从小到大都会一直来打卡的一家茶室 近期都变成了一个网红茶室店了 给大家看现在变成这样这么的多人 这是排队早餐明天 我们要上去前面排队 它就在这么一条长长的小巷这边了 现在是8点52分而已 看看现在的排队人潮 超级的多 这边也有壁画 超级的漂亮哦 它旁边就是万象丙家还没有开 除了周日之外 每一天都是早上8点营业的 大家要来之前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一定要早早来排队 否则的话就会排到非常的长 这家店是真实的海南人开的 所以它全部的特色都是海南面包跟海南咖啡 大家一定要点它家的炭烤海南面包 特别的好吃 而且现在的话呢 它有很多种口味的面包 点了过年还可以再选这个配料 咖啡特别的多种 豆腐饮料的话呢 是只有在冰城才会有的一个徒产饮料来的 这里的点餐饭是很简单的 就举手然后等那个人过来 鸡蛋 鸡蛋是破的啊 它不一样啊 它破的 破的一个火咖啡热的 火咖啡热的 哈 记得啊 他记得好厉害 真的我叫那么多 然后来在这里一定要点海宝的野香饭 老板好吗 多出的这个招牌就是一定要点他家的烤吐司 它就是用那个炭火烤出来的 非常有特色 好我点的火咖啡已经来了 味道超级的香 超好喝 意外的超好喝 只有冰城才有的各位 来到多车一定要点 拜托一定要点 好嘎啡 美露餐咖啡 哇 这味道绝了 我的早餐全都到齐了 椰浆饭 两个生熟蛋 然后这个就是脆皮的鲁 炎汁原味的海南烤面包 然后呢 这个是巧克力口味的 它这个面包的话呢 就是你现点它现烤上来给你的 好先来吃它家的半生熟蛋 这个海南面包呢 里面是有包的 鲑鱼跟花生的 嗯 即使这个海南面包这么的厚哦 它烤上来也是特别的脆 有的夹就是薄脆的面包 它里面包了超多的奶油跟鲑鱼的 那好吃就是这它的鲑鱼啊 巧克力口味超浓耶 好 接下来呢 就是要去吃 槟城最著名的潮州监队 它就是位于在 勒勃坑区近贵街 这边的监队呢 是有两档嘛 最著名的呢 就是靠近右手边咖啡店 有一个壁划的监队 就是这一个潮州监队 你们这边今天营业的啊 什么这里啊 9点 9点啊 有时候你9点半啊 会比较好一点啊 8位 槟城超著名的 超级的大碗 才马比4块半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壁划 超应景的有没有 来到槟城一定要吃这个小吃 有了超大颗的红豆 然后这青色一条一条的话呢 是用板蛋制作出来的一个粉条 黄糖椰奶 很怀念这个味道 要来这时间还很早 要不然你中午来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这边大排长楼 路过拍给大家看一下 槟城最具有的特色美食 叉龟岗 然后它是一个潮州古早 我也用火炭来炒的 各位顺便带你们来走 槟城超有接地气的印度巴萨 今天巴萨超级好多 然后它那个古早味的工厂呢 是在这一条街里面的 很多是道地人来走的比较多 这边比较少观光客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种接地气的巴萨 早上巴萨是这么热闹咯这里 这边边很多哦 现在整个街道很干净去哦 早起来这个松的 这个讲明亮不时钟教 上午都有 谢谢你 大家我就是要来到这一家 古早味的供堂 林雅河薄饼皮在槟城相当有名气 它是一家专门制作薄饼皮老字号的店铺 扬名海外的林雅河 店里挂满了不少食神名人的照片 除了售卖薄饼皮还有公堂花生糖等 传统手工的小甜品哦 满满的古早味呢 每一张的薄饼皮都是纯天然手工制作完成的 每日新鲜现做现卖 如果只是要单纯买薄饼皮的话呢 它这边就写了它的价钱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它一个公堂薄饼的话呢 是马币一块七 让这边开几年了 七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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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火不要来包公堂 薄饼的薄度就像一片脂肌哦 细滑QQ有绝境 不粘牙 不易干裂 入口咀嚼还带有麦香味呢 来 好 OK 好 还薄出来要吃的时候 不会沾到我们自己的手 这就是公堂薄饼 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公堂 非常的酥脆香甜 真的是太美味了 这是安格林刚才我买公堂薄饼的分店 然后它只是专卖它的涂产而已的 如果没有走到去巴沙那一边的话呢 就可以来这里购买它家的涂产了 这边全部都是槟城的涂产店 什么都有卖啊 白咖啡之类的 现在我要来买冰城涂产 冰城人潮推荐绝不采雷的一家 辛香饼加必防的涂产店 每一天购买的人潮也非常的多 大家看看这个队伍就知道 说这个辛香饼有多厉害了 这次卖这个蛋轮饼鲜豆沙饼 还有点莲蓉的超级的有 大家一定要抢购他家的这个辛香饼 来这里买涂产就对了 OK 然后8块半 这个便宜可以买 这个来自怡宝的 然后还有这样子的 怡宝特产的橙色包装的 这个也不错吃 这个是一包一包小小包的 来看看这一边全都是花生饼 这是榴莲包 从边小时候一直吃的酸味果 这香味也特别好吃 我应该可以买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包一包的香酥公糖 辛香哦 一盒这样子20块 金米翠莲油 这个是原味是吗 那这个 终于买完出来了 辛香饼 买了一盒超久没吃了 开箱给大家看看一下 冰城超人气的豆沙饼 刚刚是买了这个小罐的豆蔻糕 这个的话呢是在冰城才可以买得到的 不只是有这个豆蔻糕之外还有豆蔻油 关节疼痛 轻微疼痛都好 或者是肚子脏风都可以擦的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用这个豆蔻糕 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买了这个豆蔻糕 是因为呢我比较方便带回日本 另外的话呢也是买了这个衣包的图产 最后就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它家的豆沙饼 这个豆沙饼人气实在太高了 你看打开上来就闻到了超香的那个豆沙味道了 它豆沙饼的话每一天都是新鲜出炉的 它的馅料的话呢就是精心研磨的绿豆 配上这香脆的炸洋葱 咬成的话呢撒上一些芝麻仔 它们特产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 所以呢必须要在过期之前吃完它咯 买了过后呢要马上吃 这样子呢才会感受到那个新鲜的口感 咬上来脆脆了 它味道还是不变 还是这么好吃 我现在呢就走到了冰城Loveland 也就是所谓的爱情巷 听起来这个名字有点浪漫 感觉像是情侣的约会圣地 事实上呢这个Loveland 是最多背包客们的聚会圣地来的 所以这里呢有蛮多平价的背包客旅馆的 在我这背后的话呢也就是冰城 随处可见最有特色的一些壁画了 真的是散发出了很有文青的感觉有没有 很多精品店咖啡店旅店酒吧的 然后也是把很多老屋都改建成非常怀旧的味道 冰岛之链 这个上面有一个跳芭蕾的 而且这边有很多壁画还有铁丝的艺术 我觉得就是这些装饰的话 真是很适合拍照 23Loveland A Boutique Heritage Hotel 让我们看看一下 真的好美哦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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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家高档型的饭店 所以 fairlyain 那我这时候没有来住 大家就是我人生中的必吃清单 大家也要跟我一样 来到马来西亚 槟城的话 一定要过来试吃一下 赤脚roja 然后他已经有40多年的老字号了 他就是光这个脚上去卖他的roja 就成了他自己的标志了 这roja档口哦 他只是在槟城五条路 非常普遍的路边档口而已 到了差不多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呢 人潮真的是会很多 算是槟城排队名单的小吃了 终于轮到我站在这个位置了 一个现吃中的 然后两个中打包的 一个roja档全部拉的 来 后面来 那这家卖的roja 跟一般的马来西亚的那些roja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芒果 凤梨 黄瓜 沙口 或者是酥脆的油条 油鱼等等 都是非常优质的水果啦 独家秘方呢 他是使用了麦芽糖跟虾酱 来调配成roja的酱料 他淋上了独家的秘制酱料的时候呢 还会撒上了花生耶 和爆香过的虾米 我超喜欢吃的 真的要买到一份roja 真的不简单 需要排到一个小时左右才买得到 太香了他的味道 而且他的外带也不吝啬耶 料也是超足的 上面就是炸油条了 下面全都是水果 他的酱料也是一样满满的 虾米跟那个花生的话另外包给我 再买了他家最具有特色的roja酱 就这么一大盒 超级的多 如果不够的话 建议一定要买他的roja酱 回你的酒店慢慢的享受吃 我超喜欢吃他家的炸油条 超级的脆 他整个的味道就是入口酸甜适中的辣味 这就是为什么他带出了他自己自家 非常有独特的口味出来 如果大家不太能吃辣的朋友们 就可以点一个无辣的roja就好了 他不像一般roja的档口就是 呈黑色那种虾膏的酱料 他的话就是呈褐色的 赞 各位我大大力的推荐 你家留言告诉我 大家会不会喜欢吃这样子的roja呢 在这街区发现到一个超米泥的 姐弟供骑车的壁户 在槟城吃饱了一起 我真的真的实在太满足了 槟城实在太多太多美食吃了 看完了过后大家会不会想要跟我一起 在槟城就地这样子吃饱了一整天呢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咯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在底下记录 按个订阅关注打开小铃铛 我们很快下一期的影片见 Bye